基隆七堵区工建路在昨天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时 一次挖破了瓦斯管线 导致街头冒出了火焰 担心会有危险 让消防局紧急疏散大楼100多名的住户 同时找来天然气公司的人员 扩大范围关闭了七堵区的气阀 火势才顺利扑灭 整体事件造成2000多户 一度没有办法使用瓦斯 索性经过林野抢修之后 在今天凌晨终于恢复通气 熊熊火蛇从地底窜出 紫红色火光直直冲出路面 吓坏附近居民 消防人员连忙布水线试图灭火 但即便出动两道水线 用炮塔压制还是无法扑灭火势 事发11号傍晚5点多 位在基隆七堵区工建路上的 污水下水道施工单位 原本正在进行施工 但却疑似在敲打管线时 不小心挖破管线 导致街头窜火 当时不少居民 正在做饭 整个大楼突然紧大作 不少人连忙收拾重要物品 冲下楼逃生 火起来啊 我就跑来问那个消防 对说我们厨房还可以在煮吗 我也会怕嘛 他说最好赶快跑离开这里 由于大火持续闷烧 就怕会有危险 除了紧急疏散大楼内 100多名住户 消防也找来天然气公司人员 管闭气阀 但火照样烧得很旺 最后只能把七堵区瓦斯开关关闭 才顺利灭火 但却造成多达2218户 受到瘾下 我们现在就怀疑是早期的废管 在地底下 那目前没有连接到我们 最东大楼的那个管网上面 目前的做法就是把七堵站的 那个中压开关把它关掉 那关掉之后 那个火也熄掉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废管 把它封起来 搜心结果连演抢修 天然气已在12号凌晨4点 恢复通气 这是前一天才以为自来水漏水 造成地级下线 如今却又疑似挖破管线 导致起火 让附近居民相当恐慌 只希望类似事件 别再发生 解采之恒 金融报道